古风卓西国小射箭队 109年全国青年杯射箭指标赛中 发挥平时训练的水准 其中古风国小的张浩恩 荣获国小六年级组的对抗赛金牌 教练和家长都相当的开心 而卓西国小的小朋友们 不只在个人组成绩亮眼 团体组更传出了捷报 在全国射箭比赛成绩亮丽 让全国射箭体坛广目相看 109年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 国小组圆满落幕 古风以及卓西国小射箭队 各个都发挥平时练习的水准 其中古风国小的张浩恩 荣获国小六年级男子组 个人的对抗赛金牌 教练教我们的动作 就是努力的射进去 教练以及家长都相当开心 有金牌教练之称的红师慧说 浩恩展现了极佳的稳定性 以及抗压性 一路从32强轻松射进金牌战 金牌赛抢六基点赛制 发挥实力 连续30分 满分拿下了两点击败 来自台北市 国瑜失效的选手 最后总基点7比3 赢得金牌 他今天发挥的是超水准 他基本上在家里 在四二五通常都加他 在九九九就好 就瘦皇心 因为国小阶段不要求太高 希望他能射到就好了 有培养他们的兴趣 今天大概后面的时候 都是往十分里面射 超水准 我真的很满意 卓西的小小选手们 不只在个人组成绩亮眼之外 团体组更是全球捷报 在全国射箭比赛 成绩亮眼 让全国射箭体坛 再度的刮目相看 记者高松松 玉礼镇采访报道 对吗 好